只是帶您關注這一次凱米颱風 它的最新動態 我們從剛剛這氣象署的最新一報上面看起來 它的路徑確實又再往西邊偏了一點點 所以剛剛氣象署也有跟我們說 最快的話就是在禮拜一的晚上 就會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了 那最靠近我們的時間點 就是落在禮拜二到禮拜四的這段時間 它目前看起來 尤其是週三它在通過了宮古島之後 它北轉的角度 還有往西邊偏的角度就是關鍵 如果往西邊偏一點點的話 對於我們來說的影響性 相較就是會比較明顯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氣象署 發布這個凱米颱風它的最新動態 目前它的位置大概是我們鵝鑾鼻的 東南東方的海面 大概是8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持續往西北西的方向來走 現在時速大約是6公里左右 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是有23公尺 七季風暴風半徑還是維持在120公里 但是也提醒大家 它未來之後這幾天前進的路徑當中 海溫高風些又少 所以是非常有利於它的發展 它也非常有機會從輕度颱風升格為是中度颱風 所以提醒大家對於它 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就來看看這各國的預測路徑 到底是會怎麼預測的 目前看起來呢 尤其是中國的氣象局 還有在美國海軍這個部分 預測的是這兩條路線 也就是最靠近我們台灣 往西邊偏一點點 那剛剛我有提醒大家 其實尤其在禮拜三 這顆颱風呢 它通過了宮古島之後 它西邊偏還有北偏偏的這個角度 就會是影響我們最大的關鍵 那如果真的是往西北偏一點點的話呢 對於我們來說的影響性相較就是會比較明顯嘛 但是如果呢它又再稍微往東邊偏一點點的話 相較來說對於我們的影響性還是沒有這麼大 不過一開始也提醒大家氣象署在剛剛就說了 禮拜一晚上最快的話就會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所以呢從這幾天的定量降水域報讀票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尤其在禮拜二的時間開始 包含呢像是在整體西半部地區 還有在伊蘭就容易開始出現一些局部陣影到局部飄雨了 但是呢這顆海米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間 是落在禮拜三到禮拜四的這幾天喔 那會一路影響到禮拜五 所以呢可以看到周三周四這兩天 雨勢上會是最明顯 包含整體西半部地區 新竹以北深亮起了紅色色塊 代表說雨勢上有可能來到大於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另外呢尤其在宜蘭這一塊呢 還有在北海岸這一塊 尤其呢影響的範圍 還有影響的雨勢上來說是會比較明顯一些 那颱風要遠離是要等到禮拜五禮拜六之後 才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我們幫您統整這一周上面的天氣變化 那今天開始到禮拜一 雖然說白天還是典型夏季氣候 但是要盛防午後雷震雨 但是禮拜二開始就會開始變天了 禮拜二我們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啊 包含呢像是在東半部地區海面 我們要順防容易會有長浪的發生 而且呢局部各地容易會有一些飄雨到局部陣雨 尤其周三開始到禮拜五 會是這顆凱米颱風 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 而且它在靠近我們的時間點 非常有機會呢升格維持中度颱風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也讓我幫您掌握到的 這個颱風最新動態 再把時間還給家瑋 這TV 再補充資格